為什麼要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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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推我? 為什麼要推我? 為什麼要推我?哪一台都記得 哪一台呢?你媽的為什麼要推我? 非常的厲害 真的很厲害 今天上午 我一定有的十分 去參與特定醫療醫療的 之後就遭到 中心負責的惡意遭遇 這張不斷的跳拳 喊出我早已清楚回答過的問題 也造成了 整個現場混亂的場面 我想 身為民意代表 我百分之百的分分媒體的監督 也絕對 去公開接受 第四選的主任 事實上無論是之前 也有跟他說 或是說罪惡在港版招牌正式的進行會 我都已經神盡了說明 對正值以來 管理特定人士不時的謀黑 並且有公開去接受媒體的提問 這個部分我想直播也都有記錄 那甚至呢 在九二當天 我也有在會後股東討論 說媒體是否要單獨討論 我都非常的歡迎 但然而呢 在今天上網 一場毫無關係的關係會上網 非常地難 在我股意投答問題之後 這一位上周股已經 都一直在港討論的 從一位中心記者 還是指示跳中提問全部的問題 那甚至呢 他還一路維護 不停地騷擾你們 不停 甚至是肢體痛卻 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完全無辱可等 那也因為這樣的失敗 我想這位記者 也就是不斷敗 不斷地利用這樣的思維 造成這場混亂的場面 也企圖去指教現場事故的新的畫面 如果不是這位中心記者的話 我想今天 我不會發行這樣子的事情 我必須要說 這已經不是正常的生命問題 而是利用製造分量 又可以標推 自己去衝到新聞和指導領 這位正義集團的中心記者 他不再跟自己是所謂的正義集團 反而故意在一個地方 就是製造分量 我讓自己去做什麼製造的動作 我想這樣的行為 已經不配親自為人製造 也請大家一起沿陣去欠責這種假製造 真新聞製造業的惡劣行為 接下來我們聽聽網友怎麼說 你更是不配當立委 平常也不見你做什麼 只知道談戀愛 扮演偶人耍一耍 現在要選舉 趕快出來作秀而已 當立委 就這麼沒教養的 扯謊抹黑霸道囂張 請問綠能大小姐 七月到了 你都用哪牌子的化妝品 怎麼畫的跟鬼一樣 若不是這位中天記者 今天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要不是你自己罵人屁 幹話 今天也不會挖出你老爸的那麼多臭事 去怪你爸爸 別在這裡靠北 不到三十歲的靠霸綠尾 說謊演技一流 Cosplay練出來的 人民眼睛是雪亮的 繼續凹下去 吃瓜群眾迫不及待看好戲 這女人怎麼越看五官長得越怪 京北市民 明年送她去當Cosplay老妖好嗎 越看她越噁心 別肖想移轉話題 你老背伏鞋轉紅前是怎麼回事 請講清楚 笑死 你不是說她推你嗎 怎麼改口了 這麼愛改口嗎 當立委說話可以這樣隨便亂說 配當立委嗎 她一個人說人家不配當記者 但是有一大群百姓說你不配當立委 人不要臉真是天下無敵 很多電視台現場拍的視頻都證明記者沒推她 托付 沒人推你 是你作惡多端 心懷不軌 好兄弟捉弄你一下 你趕嘴他們 小心這個月被拖下去 當他們的好姐妹喔 拜託你有病快去看了 你是當大家都是瞎子嗎 無腦草包 潑父叫囂什麼 別以為人家叫你小公主 你就真的是小公主啊 潑父一個 跌倒很了不起嗎 好了啦 不要演了啦 請你的腳向攝影機架道歉 越看越草包 EQ實在不怎麼樣 難怪館長狂酸你 為了百姨光電利益 你為什麼摔倒不斷條腿 一條腿換百姨也值得了 連演戲都不會 繼續演 繼續演 台獨京孫票很多 要繼續凹不要停呦 品瑜加油 明年政黨輪替需要靠你表演來促成 你才不正常 你全家都不正常 你栽贓說謊才不配當國會議員吧 人家配不配是公司決定的 你再不配個屁什麼 笑死 貪污炸其犯還敢那麼囂張等著坐牢吧 之前不也栽贓污衊幼兒園又叫老師未讀嗎 沒聽你道歉哦 越看越像邪心 頭髮染成這樣 退出政壇吧 沒格沒調的 影片都出來了還有臉繼續凹嗎 要不要做個民調 看看賴品瑜有多噁心 是不是適合當立委 惡人有權有勢就能漂白當上流人士 台灣真美好 強烈推薦沙小公主爭奪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不能走 就用非的啊 豬鼻沒教你啊 大家快去她臉書 譴責這個無良愛說謊的政客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 請於下方留言處 告訴我 本視頻就到這 感謝您的收看 你是嘴君 今天詞和詞有策略 現在 請教大家